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affected by 和 给 身体的美好 作曲 李宗盛 创开眼 勇敢在你身体 奇迹的感觉 生命中注定的未见 很危险 我为你失控每天 微笑那么甜 别满天年我还耀眼 一颗拉响心的如烟 才相信了永远 心想慢慢被你想摘在这里面 有你每天是晴天 我望着大海寻渊 从我未来连人不回遍 围绕在你之前 守护你的决定 像转损永恒的违言 只为你失险 你所有信任 在慢慢靠近的一些 再爱你 没这些 What a beautiful man I feel good I need your smile 一颗拉两颗心 重新摘到我以后 手提手心点心 我们就能安老 若不好想去听包 一年轮廓 像你打开我心房 非我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未来幸福就是这样 一颗拉的梦想 爱你爱我 正在写写梦想 我会留着你静静 守护你的决定 像转损永恒的违言 只为你失险 Oh 你所有信任 再慢慢靠近的一些 再爱你 你的心 Hey beautiful 你要的病例 你就不问我 为什么你躲会去诊人坑呢 你们的恩怨 我不感兴趣 也不想参与 等你拿到了 这份病例报告以后 该忘记的事情 可以忘记了 我们之间的交情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凉清 别以为我不问 就不知道这份 病例报告的重要性 盗取医疗档案是小事吗 为了你 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你为什么会那么拼紧 难道你早就知道 没多长的事 我说了 你们的恩怨跟我没关系 将来如果出现了问题 别把我扯进去 我明白 你是担心你爸和肖良怪断 你头上的吗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还要帮我一件事 别得寸进尺 对你来说这只是想给你 帮我把这份东西 散播到你的意思 好 谢谢 我 我 还要起来 我 你 来 这是谁呀 谁发扭建 是 是 我也收到了 天呐 这不是萧总送给 迷朵的订婚暂戒吗 这怎么不会是迷朵吧 对呀 这就是迷朵吧 这怎么会是男人在一起 他穿成这样 怎么会这样 没有警觉我删除 通知全体助援保密 不论去由驿长照片泄露出去 明白 别找事啊 都删了 弄着干嘛 快点 怎么回事啊 不会是迷朵出轨的吧 这件事情 我们先删了吧 大家最好还是删掉呗 别遗产部门的东西 怎么都没人关注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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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西在牙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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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的一个小设计师 居然敢给咱们萧总带绿帽子 真是 什么女人多余的 快去看看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在聊什么 什么设计师 什么绿帽子 女人萧总总的吗 嗯 我刚进来没人关注我也就算了 我是你们公司大爷人为有权 知道你们公司的事情吧 走 这米朵背着我们萧总 跟别的男人约会 照片都出来了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这不对啊 旁边这女的不是蒙着脸吗 你们确定这是米朵吗 哎呀错不了 你看她戴的钻戒 是我们公司的限量款 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 问她是一个 Kenya 谢谢 经历吗 是吧 我没想到她 看我身上 再见 老蕾 是我在哪 怎么了 你还问我怎么了 你跟迷朵穿着浴袍 手拉手照片已经传疯了 你俩怎么回事 不会真被这小两豪上了吧 你胡说阿老什么呀 什么照片啊 就是你跟迷朵穿着浴袍 不 等一下我给你发过去啊 我 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照片谁传出去的 不是 现在重要的不是 谁把这些照片传出去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好不好 你听我的啊 你现在千万不要跟迷朵见面 我说不准 现在萧亮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不行 迷朵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呢 他在萧亮那儿肯定会露馅的 我得去给他通通报信 你不明白呢 这明显就是有人跟踪你拍的 他就是要栽赃你跟迷朵的 这种事我带你乐切见多了啊 这曾经都是有人拿我照片害过我的 这点手段我还不知道啊 总之你先听我的 千万别轻举妄动 等我过去再帮你们啊 拜拜 我们销售部目前的工作安排就是这些 我们销售部目前的工作安排就是这些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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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姐来公司找您 不用通报了 沈总 卫生市长您 帮您出来一下吗 有事啊 当然了 出门右转 坐电梯下一楼会客厅 那我们继续开会 这个策划啊 可能在宣传周期上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不好意思各位同事 答应你们会议时间了 我来呢 就是想问一下贵公司的沈总 他之前答应陪我去挑选活动使用的钻戒 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动静呢 这应该算是你们工作上的失职吧 你都选了半小时了 你到底想取哪一款呢 这不是在挑吗 你别打了我的思维好不好 要不帮你挑吧 要不帮你挑吧 我知道你适合哪一款 不用了 我自己有一个规矩 除非是我爱的能人 不然谁都不能帮我一条钻戒 我能给你们钻石公司代言钻戒 已经很不错了 不然你以为谁都可以给我帮你钻戒 看不出来嘛 你还挺有原则的 那当然了 你别看我有一个放荡不羁的代表 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纯洁的 哎呀 真的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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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下这个 呃 高小姐 根据公司规定 这一款需要您通过提前申请 才能动的 否则的话 我没有权限把它交给您 哦 我都给你们特色录代言了 你还让我去申请条款啊 拿出来吧 哇 哇 真的 我太适合了 刚刚好 你找了半天 原来是找她啊 我没再找好了 我这是偶遇到她了 这巧合 我 真的太闪了 就晃荡我了 这肯定能给孩子们上好的一课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肖亮跟米朵的订婚戒 哦 是吗 哇 那真的是缘分 我跟你说 太巧了 真的 你不知道肖亮是我前男友吗 哇 这种缘分真的是让人 一把不能 还有 这可是我动作的私人权力 才帮你拿到的 你怎么接我 放心吧 小伙子 绝对不会欠你人情量的 哎哎哎 嗯 小伙子 哎呀 哎呀 怎么解释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啊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有有吗 没有啊 什么事都没有啊 怎么了 米朵生病的事你知道吗 什么 米朵生病了 怎么可能生病呢 他哪生病 怎么就生病了呢 好 就算这件事你不知道 那他跟你穿浴袍 手拉爽 走在一起又是怎么回事 本来这事吧 我是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我就害怕你误会 所以我就没有主动跟你说 其实 怎么回事啊 家里怎么连门都不关 走啊 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那 昨天不是才见过嘛 什么 什么昨天啊 昨天不是在美容院见过吗 我差点被我的粉丝给围攻了 你还帮捂着脸跑出来了 怎么机型这么差呀你 你怎么在这啊 你不是应该这时间在上班吗 对吧 你怎么在这啊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啊 你别走 我现在太放连我自己都相信了 你瞎说八道什么呀 昨天谁跟你去美容院了 不是 你是不是特别相信我的眼睛 你看我腿都翘起来了 我跟妮董身高差不多 昨天她又捂着脸 咱们身材也一样 只要捂着脸 谁都看不出来谁是谁呀 你是不是特别想夸我现在 夸吧 想夸你 你跟肖亮都撒这样的谎 我想骂你还来不及呢 你以为肖亮都马糊弄吗 你说什么她都相信啊 再说了 你以肖亮跟米朵现在的关系 你认为肖亮会不认识 照片上的人是米朵吗 我本来可以跟她解释清楚的 现在被你这么一搅和全黄了 以后肖亮都不相信我了 你说怎么办 那你现在跟米朵怎么办啊 我跟米朵商量商量商量 那我在你家等你啊 讨厌 明明就演得很好 什么 新照片已经传到网上了 再去让高温跑到我这来帮我演戏 你们家肖亮肯定怀疑我们的 这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不行我必须要马上去找她解释 等等 你怎么解释的 我 我当然是告诉她 我的脸上出的问题了 不对啊 我怎么能告诉她 是因为我的脸出的问题呢 喂一鸣 我们该不会是要这样 一直让肖亮误会下去吧 我本来真的没有想过要骗肖亮 我只是想稳住她 可是高温突然出现 把我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肯定是肖亮他 你就说你的脸出的问题 你让我过去临时救场 就算我脸出的问题 我怎么可能来找你呢 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 那拖得越久他就越怀疑啊 你赶紧先把电话接起来再说 我不要 赶紧点快 接电话快点 快点 快点 快 好 好 快点 不 把声 sera大了 我就去找了朋友 但这本来就只是一个误会 朋友 什么朋友这么亲密 连你长容的事都知道 这位朋友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他本来就知道我整容的事情 但是因为昨天那个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找笑亮 所以就只能找这个朋友来帮我了 好 就算是一起长大 也应该知道毕嫌吧 这个朋友以后不要再来往了 可是这个朋友就跟我的家人一样 这个事情 销亮他是知道的 现在不是我在怀疑你们 是销亮的名誉受到的影响 那些照片在全公司都传遍了 难道你还要继续跟那个朋友交往吗 就算你不考虑自己 也应该想想销亮的身份吧 我跟这位朋友就像家人一样 我不能因为别人的误会就这么离开他 董事长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 我 我是可以去跟销亮解释这件事的 解释 你刚才说都涉及到整容的事情了 你打算怎么跟他解释 自从我决定要跟销亮结婚以后 我一直在想整容这件事情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不说 瞒住身边所有认识我的人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一直瞒下去 可是我知道今天才知道 一个人的过去是没有办法抹去的 就好像昨天美容院的事情一样 只要我不告诉销亮 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过去 那你一开始就不应该骗他 现在你闯了祸 又准备在这个时候去向他坦白 你这不是等于再去伤他一次 别忘了 你当初答应过我 永远不让我的儿子受到任何伤害 可是如果这件事情 等销亮自己查清楚之后 他更加就无法原谅我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的那些整容资料 包括留在医院的那些档案 我已经找人都处理过了 只要你不说 销亮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董事长 我发生了这些事情 为什么你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要帮我呢 帮你就是为了帮我儿子 虽然你这次犯了错 但是有一点 你从来没有欺骗过我 这就是你跟销亮的感情 不然的话 我也不可能 这么轻易地相信你 你也知道 销亮从小就受到过伤害 当年我和她妈妈 对她的亏欠到现在 都无法弥补 现在对我来说 唯一能在感情上弥补她的 就是你能替我去照顾她 你懂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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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体谅我这个 做父亲的一番苦心 记住自己的承诺 永远也不要告诉我 销亮你整容的事情 你这样 除了 我们去妇俩 你很可以 你怎么 regularly 乱 realise 你自己作误 吃叫做婚 Wine 我难容 你会担心ạt衫 penet weary 可是 他现在应该很生我气吧 迷途啊 萧总是什么个性的人 你最清楚的 别人再这么议论你 最相信你的人还是他呀 来都来了 就上去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啊 先不要转过暗 我现在还不能见面 如果是为了照片的事 我问过了一遍 她说照片里的人不是你 如果你连我是什么样子都认不出来 我们还会做到今天吗 之所以一直没有去找你解释 是因为我现在还不能见你 你怎么了 你的脸怎么了 谁伤到你了 那天去做美容 脸上不小心就过敏了 整个脸当时都肿了起来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名来帮我 那些照片就是当时拍的 蜜董 无论你出什么事 你应该先来找我 因为我不能让你看到我丑的一面 自从我第一次跟你遇到的时候 我就是以最好看的一面呈现在你面前 如果有一天 我变成了丑八怪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吗 你可以试试 等哪天你变成了甚至毁容了 看看我会不会这样看你 没关系啊 就算我毁容了 我还可以去做整容手术 继续让自己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不愿意你整容 我不愿意你整容 我不要你给我做出一副完美的样子 我宁愿要一个残缺的你 也不愿意 要一个戴着面具骗我的人 对了 对了 有的时候 我比你还想摘下自己的面具 让你看清楚我真实的脸 虽然有可能真的会让你失望 但至少可以让你知道 我是真的爱你 我刚才没有怪你的意思 你愿意跟我说实话 我真的很高兴 你知道吗 每一次看到你这么看着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会想 只要能够让你开心 就算让我变成 一直戴着面具的小丑 那都没有关系 而我之所以能够留下来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让你的脸上 每天都有好好的笑容 那我就一直想你 只为了你一个人想我 那我就一直想你 只为了你一个人想我 爸爸 您最近身体不好 怎么怕一个人出去 公司有那么多事要处理 你怎么想着关心起我的 有件事要告诉你 弥朵跟一个朋友被人误会了 消息传到公司里 如果您听到丰盛的话 希望您不要在意 公司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会瞒得过我吗 只不过以前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可以偷偷地自己去处理 今天怎么想起来通知我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自作主张 咱们俩才会闹得意见不合 甚至把您气得进医院 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了 所以以后不管出什么问题 我都会跟您当面解释 只没想到 您也要主动向爸爸低头的一天 弥朵的事 只不过是一些普通桌椅 比较远 我是不会放在心里的 谢谢您这么相信的 不光是我 以后您也要全心全意地相信他 爸虽然不年轻了 但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你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当年 爸也到底经历过 有的时候 就算你真的爱女人 也难免在无意中 做出一些伤害他的事情 如果两个人为一点小小的误会 就选择分手 那将来 就会后悔一辈子 您是想到我妈妈了吗 你妈 你妈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对不住她 小亮 也许我没有资格跟你说这种话 但是万一将来 你发现 弥朵有什么对不住你的 或是向你隐瞒了什么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就选择离开她 这种时候 要多想想她对你的好 多想想她对你的那份真情 有时候受伤害最深的 往往是犯错的那个人 可是人哪有不犯错的 你说的 是你 有什么对 难道 那你真是话 呢 哪有 哪有 谢谢 但是据我所知 那个活动好像推迟了 那你拿它去干了什么 有句话你可能没有听说 知道的越多 你受伤的也就越多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你 所以你不要再忙了 真的 为了你好 根据我们活动的规定 你在接受赞助的期间 参加的任何一个活动 都有权利和义务 向我们公司告知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死办呢 我用都已经用了 你现在追究这些有意思吗 大不了这戒指我买了 回头从我合同里面 你知不知道这枚戒指 它代表什么吗 它一共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 相遇的喜悦 第二层 它代表爱的磨合 第三层 它代表一生的厮守 它背后的设计理念 八个字 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这代表一对恋人 白头偕老的决心 是 我 准备 你把戒指当成什么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一个戒指 我借也不行 买也不行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戒指吗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一个人心里装着什么 他眼前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像你这种什么也不懂的人 你看到的 当然是一个不懂的人 一个普通的戒指而已 好吧 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想要向你请教一下 这个戒指到底哪里不普通了 我借给你的 所以呢 你借我又怎么样 我见过比这还要贵的东西 你不会以为这点小恩小惠 就会打动老爸 就是因为我借给你的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骗我 如果你拿着它去干别的事情 你大可以直接了道地告诉我 我都已经为你破坏了公司的规定 把它借出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我是一个不破坏公司规定的人 这没戒指 是第一次 还是为了一个骗我的女人 那 那大不了我请你吃一顿饭吧 饭是为这次的事情道歉 时间 什么时间 你向我道歉的时间 我高文平时都很忙的 需要跟我吃饭能对的预约排队 我从不排队 时间由我定 今天我有空 那就今天好了 这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吃饭是由我来请 所以应该由我来安排时间 你就这么说定了 你先回去吧 到时候我去接你 切不切是你的事 去不去跟我的事 做什么做什么 去找你 去找我 你去找你找我 去找你找我 去找我 找我找你找我 去找我找我 妈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儿子回来了 你看 妈这衣服穿得漂亮吗 好看吗 打扮成这样我爸也不在家 您都给谁看啊 谁说我打扮就只能为你爸了 我以前穿得再漂亮 你爸连看一眼都不看 这时间长了我心都凉了 可今天不一样 妈呀是为自己打扮 为自己 今天什么日子 不 看这套商量怎么样 您回来了 林总监 你怎么在这儿 这孩子是我特意叫来的 他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朋友 朋友 对呀 之前我去公司看你 就是雪儿过来接待我的 妈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外人 更难得雪儿和我的演员 我们就交了朋友 我之前跟你常说那个陪我逛街说话的人 就是他 伯母 这条商人太小了 我进去再帮你选另一条吧 嗯 谢谢妈 妈 你跟我公司的员工交朋友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怎么了 我哪儿做的不对了 不是不对 你这样会引起到我工作的 之前你爸就把我当作肖家的耻辱 从来不准我出去和公司的人接触 没想到你跟你爸一样 羡慕丢人 妈 您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呀 人雪儿对我处处都好 把我当作自己妈一样孝敬 儿子 妈还想谢谢雪儿呢 你看你周末有没有时间 陪妈跟她一起吃顿饭好吗 吃饭就不用了吧 为什么不用了 难道有人对妈这么好 你就帮着妈 感谢感谢她还不行吗 好吧 让开 凭什么是我让开 要让也应该是你让开 得不到林总监她慢慢地认可 就算你在她面前 使再多的手段也白搭 你怎么会那么不要脸呢 不要脸的是你好不好 明知道自己配不上 还硬要往前凑 你说什么 我就是看不惯你 当了贱人还要矫情 我劝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趁早离她远一点 爸 别跳 都这么晚了 还在为我哥和米朵的事情担心啊 最近公司情况怎么样 那些员工 还在议论你哥哥吧 是啊 您一向看着名声 没想到我哥和米朵会弄出这种事情来 您就没想着去问问他们吗 问问 你觉得这件事 我应该怎么问他们 反正我也不知道 据我所知 米朵和这个男人已经很长时间了 您要再不管的话 他们肯定会往您的脸上抹黑的 这件事 连你哥都没跟我提起过 您怎么就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我哥现在满眼都是米朵 哪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发了 我真的是为您着想 为我们家的脸面着想 我觉得 米朵真的不适合我哥 以前你对这门婚事 不是挺支持的吧 怎么突然变卦了 我之前之所以支持他们 是因为我哥喜欢米朵 但现在看来 就算我哥再喜欢 只要对我们家没有好处的 我建议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呢 父娘 他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而且你也知道 你哥有多在乎米朵 连我这个当父亲呢 都不于心不忍 你这个做弟弟的 怎么忍心去拆散他们呢 我 也许你不知道 也许你不知道 当初 你重回公司的时候 那些董事都是不同意的 是你哥在他们面前历见你的 我 我哥历见我 是啊 老话说 好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血浓于水啊 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是夏亮的弟弟 所以不管你犯什么样的错 我们都会力挺你 给你改错的机会 这个道理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好 好 提起这件事 不是要追究你 而是想提醒你 有些事情 但凡能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就是要迷惑这次的绯闻 我这个当父亲呢 都不去追究 你这个做弟弟的 更不要斤斤计较 子亮 做人要学会宽容 好 我去休息了 没事 我们才刚刚抓住 迷朵跟雷一鸣的把柄 你现在说要收手 就算你爸来干预的话 你 那一边 我去银一银 我们的另一边 我去银一银 我去银一银 你 不愿心 对 你 我们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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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帮你报警 不需要 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你都已经这样了 我还会在门口偷听你们讲话吗 当然直接冲进来了 刚才谢谢你 没什么 只不过是正好撞见 不过本来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事情想要问你 但现在你既然已经这样 我们赶紧再聊吧 等一等 我跟他并没有发生什么 对你也没有什么好估计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那天我们一起去美容院的事情 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没有 为什么突然那么问 那天我去美容院 被人拍的照片 并且传到了公司里 那家店里面没有人认识我 认识我的人 也不知道我去了美容院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到底是谁拍的照片 那天我离开美容院 就直接回家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算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追究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反正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时 还有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对完说的 你好好休息 您还有个大健康 他有心愿意 有心愿意 像不见我 你又在那时 不见了 我也没有拖你后腿 我终于心里踏实了 拖我后腿也不怕 因为你是我的人 我不是处处靠你呀 毕竟我们两个人 差距本来就很大 我要帮不上你的忙的话 那我也太明白了 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在意的是你开不开心 而不是你有没有用 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 那柏林之心的项目 完成得这么好 要不我们就出去庆祝庆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